好 很多的網紅看到漂亮地方就想打卡 但是打卡的地方在接待中心您相信嗎 手購族成為市場主力了 業者為了要抓住年輕手購的心 開始改變接待中心風格 扎重金喔 把接待中心 蓋成網美的打卡景點 毛茸茸的泰迪熊 無辜可愛的模樣堆成一座比人還高的蛋糕塔 以為來到玩具店 但這其實是間銷售中心 搖著二三十坪的小宅來推案 要吸引小家庭客群 現在是由業者出招囉 只要拍照打卡 就能把泰迪小熊帶回家 另一個建案呢 則是砸重金 把接待中心變成網美的打卡景點 就算你沒有買屋也沒有要賞屋 都還是可以來拍照打卡 就是要用人潮創造買氣 純白高挑拱門窗花 連接成一條長長回廊 綠樹倒映在無邊際的水池中 排起照來彷彿是置身歐洲街頭 就像那個五星級飯店的那個感覺 所以想要去看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房子 可能是就是樣品會做得很漂亮吧 會吸引人家過來啦 民眾搶著拍照打卡 在網路掀起旋風成為免費廣告 開賣一個多月已經熱銷六成 降低進入接待中心的門檻 發覺潛在課程原來還有這一招 接待中心不只要比樣品無精美 現在還有業者 是直接把健身器材都搬進來 就是要打造最無鴉的賞物環境 建案周來人超過八十組 開賣兩個月就銷售四成 但能否成交的關鍵秘訣 就藏在客人停留的時間長短 包含像模型啊 或者說甚至像我們有健身的這種器具 它可以看一看摸一摸 它其實都能夠待著更久一點 如果一個客人 他能夠待一個鐘頭以上 其實他就是有望客 也就是很有機會成交的客戶 打破傳統知識框架 接待中心玩創意 抓住商機要衝高買氣 東森財經新聞 黃沛與許靜佑在台北的採訪報導